嗨大家好,这里是小林,今天教大家画一个分享一下这种古风的少女怎么画 首先是想说做一个框出来,然后下拉可以填充颜色,底下要反转 我都有用红圈圈做笔记,大家认真的看一下具体都点在哪里 然后稍微的把这个背景调暗一些,这样保护你的眼睛 还会稍稍的加了一些灰蓝色 然后现在就是这个试笔刷的过程,这个试笔刷的过程是不能避免的 每个人对这个笔刷的手感力度都不同 所以我建议大家在画画的时候真的是要试一下笔刷以后再做自己的选择 然后还有这个笔刷我也都标注在这个旁边了 用到什么笔刷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或者暂停一下 首先这个头发就是先薄薄的涂一层,然后是新建涂层的 它这个笔就是这种水墨的笔刷,它是带毛边的,然后你需要反复的做那种头发的层次 所以比如说一个地方它需要有层次你就涂两三遍,它就会比平时暗 所以我这样刻意留出了一些缝隙,让头发有那种一鼓一鼓的感觉 这个不是到靠后期去擦呀什么的流出来的,而是非常自然的,你有意识的去留那个层次 然后现在用这个熨染笔刷,把你留的层次稍稍的搓一下 不要让它太明显有那个笔触,但是又有那种水墨熨开的感觉 这样子的话头发边界也不会显得非常死板 古风水墨我也尝试的比较少,只是最近有点迷上了这种风格 然后我就会在研究别人在画的时候,为什么边缘会显得比较自由什么的 还有包括橡皮擦,你在使用的时候也不能用那种非常死板的普通笔擦 橡皮擦点开也是有笔刷的,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带纹理的那种水墨的笔刷 现在打开了头发涂层的Alpha锁定,给它上一些灰面,亮面有一些灰绿色和灰蓝色 整体还是看大家自己对色感的感觉吧 也可以选偏冷色调或者暖色调 然后再把你的纹理再运开 运开完以后再去加深,头发其实就是一个一层一层叠图 然后再勾边细化的过程 这里用了那个,这一支我反正觉得画这种头发特别是勾线的时候 用这一支笔刷特别好用,因为它笔刷自己带那种颗粒 然后你轻轻画的时候和用力画是不同的感觉 然后也可以随着你的用力它会变实 然后再稍稍地给刚刚我们流出那种层次的地方画一些头发丝的方向 标出方向以后,让它这个一层的关系变得合理化 特别是在边界的地方 把这个线都勾出来以后 会显得头发就是都有更加一点细节那种感觉 现在选一个灰蓝色想给头发亮的地方 稍微的再提亮一点点 这里都是新建了涂层 我最近发现这个头发的亮部 如果新建涂层以后 你再把它叠到那个上面的话 然后再进行涂抹 那个效果会比你头发都混在一层画 就是清楚明了很多 而且还好处理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头发底色是一层 然后高光是一层 涂抹的时候就在高光那一层涂抹 这样不会把你原来处理好的底色给弄混了 然后现在再点击回这个头发底色的涂层 再加重一下 就是刚刚提亮的附近 那样子的话你压那个边的话 它的亮部就会变得更亮 然后暗部就会按下去 也就加强了那个对比 所以就为什么很多人说画画的时候要压边压边 就是这个原因 然后现在再选择一个稍微亮粉色 灰灰的粉色 然后顺着头发丝给那种非常有那种光泽感 现在就是想建个组 从左往右的话 你可以右上角建组 然后新建一个涂层 选一个合适的颜色作为这个肤色 我这里算是选择一个非常保守的 易处理的一个肤色 也是一层一层的往上叠 叠上去以后那个颜色 就是你用笔去快速填充和用手涂 那个水墨笔刷留下的痕迹是不同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用手涂吧 就是纯手涂那样铺两层 然后接着就可以在一个勾线涂层 新建涂层以后 然后做一个勾边 勾边用的跟头发丝的笔刷是一样的 就是有那种苗边那种的感觉 然后把一些五官位置眉毛等等的 都先提前的勾勒出来 还有唇线鼻底这些地方 水墨画的这个可能跟人物后图是不一样的 它的那个勾线反而会变得更重要一些 因为整体是面部处理的那个明暗关系是相对比较少的 所以它是靠那种勾线去 有点像工笔画那种用边线来体现这个人脸的神态 然后现在用一个 因为人脸上面它不需要太多的笔触 所以选了一个笔触温柔的笔刷 淡淡的先把大概的眼的周边鼻子往上刷这个方向 然后腮红嘴唇之类的阴影会稍微有颜色的地方先戴 戴完以后着重加眼部 它整个这个鼓风少女是属于眼尾上翘 然后眼睛稍稍的削扁然后嘴唇偏厚的这种画风 然后它的阴影什么的都是非常柔和的 不会做过多的处理 但是眼睛和嘴唇我觉得应该是需要着重处理的地方 然后再用温柔的 你既然这个脸部很少层次的话 你注意到自己下笔的笔刷是没有层次的 那涂抹的笔刷也一定没有层次 要不然你温柔的就白化了 就涂抹的时候也是选一个柔和的笔刷 然后现在接着回到原来的颜色 再开始加重这个一些五官的处理 这个东西切记一下子就加到死了 比如说你们可能看到了我的成品 就想我要不要一次性就选到那个颜色 但其实这个是一个自我尝试的过程 我建议还是大家一层一层的往生的话 会比一下子画会好掌控 不然容易画脏了灰了之类的 这样开始处理眉毛 眉毛它一般就是到眉尾的地方是细尖的 然后是比较深的 然后到眉头处就会慢慢的融合到阴影里面 这里就是稍微的进行一些涂抹抹过去 用这个笔的时候你轻轻用它是一个纹理 然后你反复来回涂是另外一个纹理 所以这个笔刷还是挺有意思的 现在又是回到用这种勾线笔刷 把这个眉头一些露出来的眉毛细的 稍稍地勾一下 现在还是处理眼睛 因为画的是一个向下看的少女 所以它这个眼睛整个都在暗部 但是你又不能把它全涂黑 所以这里就是要考虑到选择这个眼白的颜色 还眼角眼尾的颜色 眼角眼尾基本上融合了这个眼周的皮肤 所以他们其实眼睛是那一块是比较霧的 比较不那么清晰的 所以要记得涂抹 跟那种真大眼睛的是不一样的 这样的话全融合在一个暗部里 然后再把眼角或者眼尾一些皮肤提亮一些 就比较方便处理 不要考虑太多 所以我要去找这个暗面的细节 或者眼珠的细节什么的 但是这个少女既然往下看的话 她的眼皮就会显得面积大了一些 所以大家在处理眼周的时候 还是要花一些心思 特别是她的自然的双眼皮 就是中间你在画那眼皮的时候 中间留上它一道白道 然后把眼睛上下那两边都给涂黑了 然后中间那个眼皮那一块 稍稍的留个亮部就行了 就会突然就立体起来 然后涂抹的时候也是记得往外扩散开 现在稍微的比这个眼皮 稍微颜色深一点的画这个 双眼皮的那个痕迹 还有下眼睛这块 然后高光 因为它是在阴影里的眼珠高光 所以不要点的太亮 太亮反而显得假 然后处理第二只眼睛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道理 一定要记得画完以后涂抹 它们都是在一个暗面里 然后不需要走特别多的眼睛里的细节 走更多的是眼皮和眼周的细节 可以适当的 你们可以给它加一点 眼尾的质啊之类的 可能会显得更活跃 然后现在就是 这个这半边眼睛用另外一个方法 去画这个 画这个眼皮的立体感 在直接在中间 一个大的笔刷 你只要记住 画这个眼睛最重的地方的时候 是在线稿涂层 然后画皮肤眼皮的时候 是在皮肤上的涂层 因为你不能让那个眼皮 皮肤上面的颜色 盖住那个最暗的地方 所以一定要记住 线稿和皮肤是分开涂层的 到时候我会把涂层的截图 放在评论里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具体我都会标好 处理这些眼睛周边细节的时候 不要考虑太多 就是几道线 想的越多越麻烦 越不知道如何下手 然后睫毛呢 就是非常细细的 有一个那个细节笔刷 非常细细的在周边 它是往下看的那个眉毛 所以你就直接往眼睛内部 不要让它翘起来 就可以了 现在涂一些鼻子上的 稍微加重一些 鼻子 不要过多的处理 因为这个 鼻子这块有那个 勾线去处理它的那个体积了 所以只要悄悄的把鼻球 稍微增暗一些就好了 然后现在又到这个嘴唇 这块嘴唇就记着上嘴唇是暗的 你们多做一些处理 然后下嘴唇的中间是暗的 然后往两推 两边推 就是下嘴唇的左右两边是虚的 不要画过多的唇线 现在是加了一个稍微暗一点的颜色 为了跟这个嘴唇在一个统一色调上 就觉得眼睛那块可能处理的稍微的暗了一些 所以就叠加了一个稍微偏红偏粉的一个颜色 特别是把鼻子也统一的 就它们都在统一色调上 这个也是你在叠加的时候呢 你选择一个涂层特效 为了不遮住它 所以你得选择涂层特效才不会遮住那些勾边 然后现在稍稍的点一些高光 高光就有鼻尖和下嘴唇 可以稍微的再勾勒一下它的唇线 但是下嘴唇的两边就不用特别多 但是上嘴唇它会有那个人中的凸体感 所以稍微勾勒一下的话 会显得它的嘴唇更丰满 然后唇线也可以适当的 颜色只要选好了以后 你就竖着方向刷那个唇 那个唇纹纹理就好了 现在大概的用这个软刷 再刷一下面部的一些阴影 把图把整个图缩小了以后 你才能整体的看到 它是不是协调呢 整个画面有一种清冷的感觉 因为面部刚刚铺完色以后 没有做过多的处理 除了五官以外 所以就这个鼓风感觉就一下出来了 然后再给它画一个旗袍 这个旗袍呢 就是在这个圆框这个涂层下面 所以你们一定要移到最下面 那个衣服是藏在框底下的 稍稍的给一个侧边衣服的厚度 然后再勾个边 然后先用暗的笔刷勾个边 以后再亮 它就远看 这个效果就差不多了 然后现在可以整体调一下 这个衣服的颜色 在这个图层上 左上角的这个魔法棒 给大家用起来 然后现在是想说 既然是这种鼓风少女 给它叠加一点那种 中国元素的那种纸 添加这个纸张图片以后 这个纸张都是保存到图片里 然后添加添加以后 再做这个图层特效 它就会整个叠到这个画面上来 我这个本来是想说做个背景的 可是后来觉得这个背景好像 感觉是叠 叠在底下就好 所以你就把它往最上拖 拖完以后再调图层特效 调到正片叠底 叠底完以后 脸那块不是有那种指纹吗 你就用橡皮擦 把这块给擦干净 它就人脸的那种清冷的效果 又从这个纸张里透露出来了 然后现在就数上本人的大名 然后我一般的习惯 就是把这些已经画好的图层 全部从左往右多选以后 组完以后复制整个组 复制组完以后 把它合并以后 这个作为一个新的画布 再去做那些杂色和锐化的效果 要不然如果是原来那个图层的话 你就得分好几层处理 它一合并以后 你只要选择这个图层 它就会对这个图层进行 统一的杂色和锐化 很多人问这个画面上 小颗粒是什么纹理 它其实就是你自己看心情 叠加这个锐化就行了 最后在有一些这个高光 好像刚刚合并的时候没了 所以再用这个半透明的线 稍微的来一点 是一个非常简短 但是需要大家耐心化的教程 祝大家成功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